赚了200亿元 国营事业赚饱饱 但是回不去的物价 确实要全民承受 台电党说这些回不去的物价 都是油电双涨惹的祸 要求尽快的大幅度的调降油电 抑制物价 要求政府极客降物件 油电不断上涨 连带让所有物价持续上涨吗 当世界国际油价下跌 台湾CPI物价指数 物价却持续上涨 台联拿出国际油价 跟台湾油价相比 认为台湾为何没有跟上 现在的油价 却还比2010年那时候还要高 甚至只有差不多而已 也就是说我们完全的怀疑 它的这个公式是有问题的 它如果说它要按照国际价格 那我要告诉你 它现在国际价格已经非常低了 我们这个国际油价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瓦斯 物价持续上涨是否跟油电双涨有关系 台联提出今年1到11月平均物价指数 跟2009年平均相比 食物类涨了11.7% 衣着类涨了6.3% 居住类是涨3.8% 交通通讯涨了1.5% 教育娱乐涨了1.5% 食衣住行娱乐通通喊涨 就连上班族外食也涨了将近一成 认为台电中油通通要负责 要求台电跟中油要随着国际油价的调涨 现在我们油价还是涨的比进口的还少 所以我们要求这个差距要拉近一点 台电涨定之后 今年大赚200亿 国营事业赚宝宝 但是回不去的物价全民承受 台联提出回不去的物价 都是油电双涨惹的祸 人民感受涨价的幅度 更是远远超过这些数据 要求应该尽速大幅调降油电 抑制物价 请不吝点赞订阅